无牛喘越 炎热夏日的水牛生活揭秘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二百九十集 水牛园产于长江 淮水流域一带 生性怕热 所以夏天时喜欢泡在水中 或待在树荫下休息 因为太阳的热力实在太过强烈 水牛深受其苦 因此有时在晚上看见月亮 误以为是太阳已经出来 气温又要升高 而被吓得气喘吁吁 所以在汉代英少的风俗演绎 一文中便有无牛望月则喘绝 后来无牛喘越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比喻人见到曾受其害的 也类似事物而过分害怕惊惧 也用来形容天气酷热 再是说新语中有一个关于无牛喘越的故事 靖五帝的臣子满份很怕冷 有一次他看到琉璃窗外头的寒冷景象 即使知道琉璃窗很厚时不会透风 仍不由地打起寒颤 五帝看到了就笑他 满份便很不好意思地回答 我像无牛一样 只要见到了月亮就会气喘吁吁 点缘 汉 汉 应少 风俗通义 一文 无牛望月则喘 使之苦于日 见月步 一喘之矣 住解 一 典故或见于南朝宋 牛义庆 是说新语 言语 二 无 指长江 淮水一带的地区 三 苦 痛苦 用法说明 一 此地每到夏天 总是热到 让人如无牛喘越 只好天天躲在冷气房 二 到泰国后 才真正领略到 无牛喘越的天气 真是热得令人难以忍受 三 地震一来 大家脸色都变了 你也别笑 别人是无牛喘越 其实你也差不多 四 自从上次大地震后 许多人只要一感觉的载摇 就如无牛喘越般 紧张得不得了 五 自从上次演讲比赛失利后 他只要一上台 就如无牛喘越般 紧张地说不出话了 无牛喘越 一日人见到曾受其害的类似事物 而过分害怕惊惧 也用来形容天气酷热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其古人智慧 YouTube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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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